財政健全方案當中的兩稅核一制修改 將本國人的股力可扣底率 砍半降為50% 工商業界認為 如果非休不可 建議不要一次到位 最好是分次緩步調整 以免衝擊太大 如果非休不可的話 那麼可扣底的比例 是不是可以從100% 先縮短為80% 剛實施的時候 不要一下子消掉一半 那恐怕對市場會有重大的影響